前不久,Trust成员纳联首次solo出道成为热门话题 再加上在美国Bill Brown的人气艺人指数一人100中 纳联排名第五位等 作为KB的女solo艺人,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壮举 艾搜的博弦是被称为top solo的偶像 2020年发行的民意专辑Daylight 作为solo艺人,创下了19年来的百万销量 关过了solo歌手的地位 全世界人气组合的成员们,以solo获得巨大成功 乍看之下,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实际上solo出道的偶像却很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韩国时报,The Korea Times的证明载说明其理由 原来KB一届很难维持7到8年的人气 但是最近随着SNS的流行 台湾粉丝的增加 超过10年,仍然受到喜爱的组合也在增加 因此为了维持组合的人气 solo出道有被推迟的趋势 无论如何,而且无论个人实力有多高 也不能保证,所有支持该组合的粉丝都会给予支持 所以solo出道风险很高 再加上组合的时候会考虑成员的作用和维持均衡构成 因此,可以从多个角度向粉丝们展示自己的魅力 但如果想solo活动 必须具备主唱和舞蹈等实力 而且还要寻找合适自己的歌曲和风格 所以很难 感谢观看 每日结束我最新韩语 欢迎订阅和订阅哦